每日神话 末世神来了 主要是说话 站在灵的角度上说 站在人的角度上说 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说 用不同的方式说话 一段时间一个说话方式 借着说话方式来转变人的观念 来除掉人心目中渺茫的神的形象 神主要做这个工作 因为人都认为神来了 就是医病赶鬼行异能 给人物质的祝福 神做这部审判刑罚的工作 就是为把人观念当中的 这些东西都除去 让人认识神的实际 神的正常 除去人心目中耶稣的形象 让神星的形象占有人 神的形象在人里面一旧了 就属于偶像了 耶稣来了做那部工作 并不是代表神的全部 他行了一些神迹奇事 说了一些话语 最后定十字架了 他代表神的一部分 他不能代表神的所有 他是代表神做一部分工作 因为神太奇妙 太伟大 无法测透 另外 神在一个时代 只做一部分工作 现在这个时代 神做的工 主要是供应人生命的话语 揭示人的本性实质 及败坏性情 除去人的宗教观念 封建思想 老旧的思想 人的知识 文化 这些都得经过神话语的揭示 得着洁净 神在末世 是用话语来成全人 并不是用神迹奇事来成全人 借着说话来显明人 审判人 刑罚人 成全人 让人在神的说话当中 看见神的智慧 看见神的可爱 了解神的性情 借着神的说话 看见神的作为 律法时代 耶和华说话 带领摩西出埃及 对以色列民说一些话 在那时 显明了神的一部分作为 因为人的素质有限 怎么也认识不全面 所以 神继续说 继续做 在恩典时代 人又看见了神的一部分作为 耶稣能显神迹奇事 能医病赶鬼 能定十字架 三天以后复活 带着肉身向人显现 人只能认识到 那个地步 神显明到哪儿 人认识到哪儿 神如果再不显明 人就把神定归到 那个地步了 所以神还继续做 让人再加深认识 逐步认识到 神的实质 神末世用话语来成全人 你的败坏性情 神话来揭示 你的宗教观念 用神的实际来代替 神末世道成肉身 主要是来成就 化成了肉身 化来在肉身 化在肉身显现这化的 如果在这方面认识不透 还是站立不住 神在末世 主要成全 化在肉身显现这部工作 这是神经营计划当中的 一部分工作 所以你们必须得认识透 不管神怎么做工 总之神不让人把他定归 神在末世 若不做这个工作 人的认识 就停止在一个地步上了 你只认识 神能定十字架 能毁灭所多玛 耶稣能从死里复活 向彼得显现 但你说不出神的话语 能成就一切 能把人征服 通过你对神话语的经历 才能弹出这些认识 你经历神的做工越多 对神认识的越透 才不至于把神定归在 自己的观念里 人是借着经历神的做工 来认识神 这是认识神的唯一正确途径 神经历神的唯一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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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历神的唯一正确途径